一段加古往事 速度秋而冲锋 同宗两岸 海峡无关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险 有哪些改人至深的清晴故事 还有怎样写浓于水的 一般来相承 天涯第四十系列节目 台海记忆 过开岁月尘封一案 建立史维供 显为人之旅 带你走进 见证传奇的 欧月圆 分享难忘的 台海记 汉家子孙 日本皇民 李登辉有着怎样的绅士之谜 目前缺乏任何可靠的 科学证据去证明 隐藏心机进入政坛 李登辉如何骗取 蒋经国信任 跟蒋经国见面坐椅子 一定坐三分之一 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 私下里 他又是怎样吐露 台独心机 其实我的心 跟你们是一样的 幻届选举 暗含阴谋 李登辉怎样是国民党 失掉了执政权 叫李登辉 来刷布 来公开支持 调查 李登辉 拒绝了 身居要位之后 李登辉为何会把台独 媚日 奉为至宝 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的这种 皇民化的思想 李登辉如何一步步的走向台独 背后 拥有着怎样 显为人知的故事 敬请关注天涯共词时 揭秘李登辉 台独之路 1922年初 台北 从1895年 日本窃据台湾算器 日本人在这座宝岛上 已经统治了27年 在台北市一个普通寓所内 一位台湾女佣 正在屋里紧张地盲目着 她要赶在主人回家前 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干完 这家的主人是一名 日本派驻台湾的警察 经常会对她打骂 这天晚上 她早早地准备好了晚餐 可眼见夜色已晚 却仍不见主人回来 正在她准备要休息时 碎熏熏的男主人 亮亮呛呛地回来了 于是她赶紧上前搀扶 这名日本警察 看了女佣一眼 脸上随即露出了银邪的笑容 然后她突然抱起女佣 就向屋里走去 任凭女佣如何挣扎 但都无济于事 日本警察叫做小元利次郎 这个小元利次郎家里有个女佣 那她对这个女佣呢 起了染指之心 所以就强奸了这位女佣 那强奸这个女佣之后呢 就生了小孩 这个孩子呢 就是李登辉 所以李登辉的血统上 她就是个日本警察的私生子 所以李登辉就是个日本人 那后来呢 在日本殖民结束 离开台湾以后 那这一位小元利次郎呢 就把李登辉托姑 给他在警局中的同事李金荣 所以李金荣就做了李登辉的义父干爹 那这种说法呢 当然在台湾前一段时间 台湾的监察院呢 里面有一份公开的报告 那里面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围绕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 扑朔迷离的绅士问题 一直以来争议颇多 李登辉前后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12年 执政过程中始终推行所谓的台独 甚至公开提出两国论 卸任后 他仍不断在岛内兴风作乱 鼓吹台独 对两岸关系带来极大损害 也遭到了所有中华儿女的强烈批评和抨击 那么李登辉为何执意大搞台独 他台独思想的根源是什么 他又是如何一步步的 在台独的深渊中越滑越远呢 很多人在追溯这一系列问题时 首先就想到了李登辉的身世之谜 有人提出李登辉一系列密物的根源在于 他是日本人 然而对这一说法 又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吗 目前缺乏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 去证明李登辉他是不是日本人 因为没有任何人去验他的DNA 所以我们不能咒下评论说 咒下断语说他就是日本人 或者他就是中国人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重要 比如说蒋伟国先生 蒋伟国将军 他就有一半的血统是日本人 可是他非常爱国 他非常认真的做事情 所以我认为血统并不重要 而是说他的想法 因为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是一个刑警 就是李金龙 这个刑警 当刑警的人 或者是当日本时代当警察的人 台湾的老百姓都很瞧不起 都把他称之为狗腿子 称为狗腿子 就很瞧不起他们 那可是呢 他在日本时代很吃得开 李幸一家人清代中叶 从大陆移民到台湾 起先落脚于桃源县的一个小乡村 后因谋生不义 又迁居到台北靠海的一个小村子 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 是一名警察 经常频繁调动 因此李登辉不得不跟随父亲 频繁地搬家和转学 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 他念过四所学校 在校期间 他大多独来独往 唯一参加的团体活动是剑道训练 并从其中学会了忍 准 喊的要诀 1941年 李登辉中学毕业 当时日本殖民统治者 在台湾推行的黄林化运动 日益加剧 李登辉在这一运动中 给自己起了个日文名字 眼里正难 黄林化政策就是 日本要台湾人 把自己的祖宗牌位拿掉 然后供上天造大神 日本的天造大神的神位 然后也改姓 我曾经开玩笑说 赵前孙礼不姓 中国好好的姓不姓 去姓什么朱牧 犯种 归 归什么全阳 就是日本一些怪性 当时台湾一般老百姓 大概就是说闽南话 说闽南话 可是不准说 所以你跟你的爸爸妈妈 兄弟姊妹交谈 全部发音 全部用日本话讲话 不能讲台湾话 不能讲闽南话 一般的小孩子 很反对这样的黄民化教育 那私底下还是讲汉语 还是讲闽南话 只有李登辉不是 他在所有的场合 他都是讲纯正的日本话 所以李登辉在黄民化教育里面 跟别的台湾子弟 台湾小孩的反应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李登辉基本上 在淡水工学校毕业之后 他就一路的坦途 所以后来我说 他甚至能够练只有四个台湾子弟的台北的高校 1942年台北高等学校的校园中 出现了一个年轻奇幼长的身影 这就是19岁的李登辉 台北高等学校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为了解决在台日本子弟 就读高等学校问题 专门设立了这所学校 校园里几乎是青一色的日本子弟 台湾本地学生屈指科数 严李正南是李登辉在这所学校里的名字 入学仅仅一年之后 李登辉便到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学习 当时日本当局不准台湾的学生 学习政治法律等学科 所以李登辉不得不选择了农业经济学 李登辉读大学的同时 日本在二战争的垂势越发明显 很多大学生被强征入军队服役 不久李登辉的身影 也出现在日本军队当中 1944年李登辉回到台湾 在匆匆忙忙的短暂训练之后 被编入日军军队 然而还没等他走上战场 日本就投降了 1945年台湾光复 1946年李登辉重返台湾 进入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继续学业 毕业后留校任教 正是在台湾大学学习以及教学期间 李登辉结识了后来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彭明敏 那彭明敏呢 在法国的巴黎大学 拿到了国际政治学的博士 也是在1954年回到台大 但是因为他有博士学位 他到台大政治系 他当时担任的是副教授 那李登辉后来就到台大担任兼任的讲师 那李登辉在那个时期 李登辉隐藏是很深的 他不会有任何台独迹象的表现 李登辉会有台独的想法 我认为是在李登辉1954年 在美国拿了硕士学位回来之后 跟彭明敏跟刘庆瑞有了互动 而李登辉应该是在那个阶段里面 李登辉接受了彭明敏跟刘庆瑞的台独的思想 李登辉开始台独的种子开始在脑海中萌芽 虽然内心里台独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 但此时的李登辉却像学剑道时强调了那样隐忍 对于他来说积极等待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同时李登辉也始终没有停下自己人生发展的脚步 1965年已经42岁的李登辉到美国康里尔大学攻读农业博士学位 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 三年后李登辉博士毕业 他的论文获得全美农业经济学会最佳论文奖 不久后李登辉回到台湾到农业复兴委员会工作 20年的专业背景让李登辉在台湾农业界颇有声望 也正是凭借他在农业方面的专业知识 李登辉逐渐得到了当时台湾政坛明日之心蒋经国的青睐 当时的台湾政坛在蒋经国的主导下掀起了一股吹台清风潮 对李登辉来说这股风潮是他难得的投身政坛的机会 吹台清 也就是说要把提拔一些台湾的本省级的精英 让这些本省级的精英成为样反人物 代表说国民党不是外来政权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是深耕的 是重用台湾精英的 而李登辉呢就是在蒋经国的吹台清政策之下 李登辉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蒋经国跟李登辉见面以后 他觉得李登辉在农业方面的知识非常的丰富 再加上又有美国卡内尔大学 又有全美农学方面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这样的头衔 李登辉等于度了好几成亲 所以蒋经国就把李登辉放在他的身边 后来觉得李登辉真的是一个能够给他很多帮助的人 就让李登辉做了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所以李登辉呢从此就进入了 从学界进入了官场 1972年李登辉被蒋经国正式提名为政务委员 虽然负责的领域仍然是他熟悉的农业 但从此49岁的李登辉总算开始了他从政的道路 他也成为政务委员以及各部门首长中最年轻的一位 担任政务委员后 他提出了许多关于台湾农业发展的建议 得到了蒋经国的赏识 很快李登辉在蒋经国那里就得到了极为宝贵的信任 每当蒋经国四处下乡调研时 李登辉常常陪伴其左右 精明的李登辉明白 蒋经国此时致力于发展经济 对各类专业人才青睐有加 所以他在蒋经国面前努力扮演好专业人才的角色 除此之外 他在蒋经国面前还极力表现得特别谦卑 这一特点也让他越来越得到蒋经国的信任 李登辉的表现 李登辉个人很高 大概有一米八十二 蒋经国个子很矮 应该不到一米六五 所以李登辉跟蒋经国要站在一起的话 比蒋经国高了一个头 可是你看到所有李登辉跟蒋经国互动的照片 李登辉都会把腰给弯下来 让自己的身高跟蒋经国一样 甚至有时候还把腿呢 还曲着腿 那这样的表现就跟过去太监面对组织的表现一样 例如跟蒋经国见面坐椅子一定坐三分之一 跟蒋经国并列的时候 他一定站在蒋经国的鞋后面 然后弯着腰 甚至呢 他经过蒋经国办公室的时候 他都会唠叨而行 代表对蒋经国之间的诚惶诚恐 所以很得蒋经国的欢心 1978年 蒋经国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深得蒋经国信任的李登辉 在55岁的年龄 被提拔为位置显赫的台北市市长 在台北市长任上 李登辉表现的颇为小心谨慎 他认真发展市政建设 经常参加文艺活动等等 这一切都给蒋经国留下了一种 低调 可靠 务实的印象 1981年 李登辉又被提拔到台湾省省主席的位置 在台湾政坛 这是一个更加关键的职位 李登辉的谦卑表演 瞒过了蒋经国 进入80年代后 蒋经国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他不得不考虑未来的接班人问题 这一时期 李登辉更加刻意的在蒋经国面前 了现自己 李登辉马上在审议会里面 面对的审议员咨询的时候 李登辉马上就怒斥台独 表示他对中国统一的一个高度的期待 那这一来的话 一登上了这个报纸的头条新闻 蒋经国看了当然很高兴啊 就说很多人告密 说李登辉有台独倾向 说李登辉怎么样怎么样 蒋经国就觉得不会啊 李登辉是个坚定支持中国统一的 他怎么会是台独呢 他那个时候完全表现出一个 所谓忠贞的国民党员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到处在讲 不乱讲 他从来都讲 而且不仅是斥责台独 也就是说台独是 坚决是不肯什么 树点望主啊 这个什么的 而且他经常是带头的高呼喊口号 就是中国统一 中国一定要统一 等等这些 这就他两面行 很显然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耍了两面派 这一点 李登辉后来在他公开出版的书籍中 也袒露无遗 他在书中写道 蒋经国之所以选他当了接班人 正是因为他对蒋经国使用了政治策略 这个诡诈的政治策略 无疑就是他表面上的所谓反台独 蒋经国在考虑接班人人选时 一项特别重要的条件就是 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必须具有坚定的中华民族意识 这是要件中的要件 即便如此 李登辉还是使用伎俩 骗过了蒋经国 在蒋经国面前百般隐忍的李登辉 真实的心态 总还是会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 在私底下与好友聊天时 李登辉就多次表达了他的台独心迹 以及对国民党政权高度的不满 他经常跟一些比较亲近的这些台独的 这些尤其海外台独的人 都会私下来说 其实我的心跟你们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我不方便说 有一个日本朋友来访问 来拜访李登辉 这个人是有一点点台独的思想的人 李登辉就跟他聊天 聊到一半 李登辉说 来来来 我给你参观一下我的花园里面的花 我种的花很漂亮 走出门 到院子里面 他才跟这个人说 我告诉你 我也跟你一样 是支持台独的 可是呢 我在房子里面我们不敢 我们是不方便说话 每一寸房子里面都有窃听器 而且音响都非常好 汉家子孙 日本皇民 李登辉有着怎样的绅士之密 目前缺乏任何可靠的科学证据去证明 隐藏心机 进入政坛 李登辉如何骗取蒋经国信任 跟蒋经国见面坐椅子 一定坐三分之一 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 私下里 他又是怎样吐露台独心机 其实我的心跟你们是一样的 缓届选举 暗含阴谋 李登辉怎样使国民党失掉了执政权 叫李登辉 来宣布 来公开支持 调查 李登辉 拒绝了 神居要位之后 李登辉为何会把台独 魅力奉为至宝 最根本的原因 是他的这种皇民化的事情 李登辉如何一步步的走向台独 背后拥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敬请关注天涯共词时揭秘李登辉台独之路 在李登辉看来 在所谓的以外省人为主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 台湾人是没有出头机会的 后来这些话多多少少也传入了蒋经国耳中一些 但已经选择了信任李登辉的蒋经国 并没有把这些话当回事 蒋经国经过仔细衡量 认为李登辉的专业技术 以及他台湾本省级的出身 在稳定台湾政坛方面的价值 应该是利益大于弊 再加上此前 李登辉一直以来表现得重归重矩 因此蒋经国并不太相信那些 对李登辉不利的传言 1984年李登辉就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突发疾病去世 李登辉继任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尽管内心清新台独 但在李登辉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最初几年 他并没有突破一个中国政策的底线 明目张胆地大搞台独 因为李登辉在1988年 等于接蒋经国的棒子 那么成为台湾的领导人以后 即党政于一身的时候 他的权力基础是不稳固的 因为那时候整个安全系统 是在蒋伟国的手里头 行政系统在于国华的手里头 党务系统在李焕的手里头 而军中军队掌握在郝伯春的手里头 所以等于蒋经国留下了四个顾应大臣 成为李登辉旁边的天罗帝王 何况还有个老太后宋美宁 在盯着李登辉 还有蒋介石从大陆所带过来的 这一些所谓老立委老代表 那这些人呢 基本上等于是李登辉要 把大权乃于一身的石头跟障碍 面对这些政治对手 李登辉展现了他阴狠的一面 为了打击这些对手他费尽心思 李登辉一步一步在党内 争取到一些元老和几个外省级 年轻领袖的支持 逐渐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的控制权 本宽跟他意见相左 而身居要知的高官们被一一铲除 李登辉完全掌握了大权之后 并开始逐渐露出了台独真面目 1992年李登辉在台湾光复节当天表示 他认为二战后不应该写日本战败 应该写日本中战 而所谓的日本中战 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说法 这也是李登辉第一次露出了他昧日的迹象 1994年李登辉在台湾接受了日本历史学家司马辽太郎的专访 更加明确地暴露了他昧日台独的心迹 跟司马辽太郎在对话受访的时候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 昭和天皇的去世 全世界除了日本之外 就是我们台湾感到由衷的悲痛 这是李登辉说的 他说我尤其是我 尤其感到悲痛 第二件事情 他说我到现在都这么认为 我22岁以前 我是日本人 第三个事情 国民党 他们这些国民党是外来政权 在此之前他还讲 我身为台湾人的悲哀 讲到台湾是无主之地 中国是含糊的 中国人也是含糊的 讲400年的历史 台湾人的悲哀 隐含着非常深刻 就是台湾要独立的意思 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的这一谈话 经过台湾报纸公开披露后 岛内外舆论一片哗展 李登辉一时身处 对日本的尊崇 对大陆的敌视 昭然入戒 这还不算 在李登辉主导下 1994年7月 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出台 标志着台湾当局 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根本性突破 这份说明书 采用虚化一个中国原则的手法 从根本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 从这一年起 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 两岸关系日趋紧张 1995年6月7日至11日 李登辉更是以所谓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其间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政治演讲 并在各种场合大肆进行旨在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 他到康奈尔的时候 他学那个美国的金恩博士 黑人运动 黑人民权运动 金恩博士 说我有一个梦 我有一个梦 我这个梦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他就是在做梦 他的梦就是两国论 其实李登辉到美国去 应该说实际上是一个 他的所谓分裂主义的路线走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标志 李登辉的访美之旅 把他分裂中国的行径推向一个高潮 1996年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 李登辉获得连任 他在台湾政坛的地位更加稳固 从此他更加肆无忌惮 台独的心迹不再遮遮掩掩 1999年7月9日 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 公然向世人宣称 台湾当局已将海峡两岸关系定位为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至少是特殊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 这个案子已经变成书面稿 放在李登辉的案头 已经放了很久 可是李登辉要找一个平台 要找一个发生的媒体去把这个事情 公布出来 什么时间点 就在找 他在新闻局还有台湾的相关的部门 社外部门的邀访媒体名单当中 赫兰发现有德国之声 德国是从东德西德 把它统一起来 变成今天的德国 那李登辉在1999年找到德国之声 摆明了 就是说要做 要透过这一家已经统一的国家 来告诉大家说 我不想统一 李登辉就在接受德国王八代之后 同时抛出两国论 那么不仅这栋海上人啊 也这栋导入政策 因为大家感到很突然 很多党类协商 很多台湾有关部门 都不知道这些方向 他私下把这抛出来 那这时候呢 他就说他的 斗力指账 已经公开化 已经成为一个 滴滴滴滴的 台独废 两国论 从台独分子李登辉的口中 一经抛出 引起了轩然大步 海内外中国人对此一致谴责 同时也引发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满贵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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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 李登辉又利用出书 向外界推销他的 台独思想 并透露了他 如何推行两国论 如何搞垮 国民党的全过程 在书中 人们看到 身为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的李登辉 对给他本人 带来很多政治权利 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 竟有如此大的仇恨 这种背叛行径 直接影响到 接下来的台湾选举 国民党的执政地位 在李登辉手中 就此断送 2001年的3月18日 下午5点开始 全台湾各地的民众 几乎都守在电视机盘 或者听着收音机 紧张又期待地关注着 这次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的开票实况 在这次选举中 国民党参选人连战的选情低迷 身为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 不仅不积极支持国民党参选人连战 反而暗中支持 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候选人 陈水扁 在连战选举不仅情况下 连战队营 在国民党开一个中常会 拟好一个稿子 叫李登辉来宣布 来公开支持 连战 李登辉 拒绝了 那么这次国民党对连战选举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这次连战已经意识到 形势不妙了 当李登辉不去积极支持连战的时候 发生什么状况呢 是原来和李登辉在一起的 北地的一些工商建大佬 或者清理人士 开始不妙 再去支持陈水扁了 那怎么把陈水扁拉上来 李登辉就要他 很好的几位朋友 出来登高一呼 支持陈水扁 他是只有一个人 可以继承李登辉路线的 这个人就是陈水扁 可以继承李登辉路线的 既然是陈水扁 不是连战 那当然 这些本土选票 就应该集中 给陈水扁了 李登辉为了支持陈水扁上台 不仅受益身边的亲信 出来公开表态 还利用新票案 来打击排名比较靠前的 独立参选人 宋楚瑜 在此之前 由于李登辉和宋楚瑜的矛盾 原本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宋楚瑜 已经脱党参选 1996年的12月9号 李登辉暗中只是一位民意代表 召开记者会 举报宋楚瑜在任国民党秘书长期间 贪污国民党党库公款 这就是新票案 虽然后来查明 宋楚瑜的这个巨额账户 正是当初奉李登辉之命成立的 主要是为了照顾蒋家后任 以及政党运作之用 并非宋楚瑜蓄意贪污公款 但在当时 新票案却让宋楚瑜功亏一篑 而乱中受益的陈水扁 则成了最大的赢奖 而陈水扁本没有赢的机会 他一折被李登辉的这些手段 拉上去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 陈水扁以30万票的微小差距 就赢了宋楚瑜 这就是当年李登辉 在2000年大选中 气怜保贬的一个内幕的操作 2000年的这场选举 情况复杂多变 最终国民党候选人连战 以及独一参选人宋楚瑜 都没能敌过李登辉 暗中进党候选人陈水扁 作为当时的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随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 国民党沦为在野党 仔细回顾国民党这次失去政权的历程 不仅与李登辉在选举过程中的卑劣操作有关 也与李登辉上台后的政策 即所作所为 有着直接的关系 国民党这次选举的惨外 让许多人终于真正看清了李登辉台独的真面目 选举过后 许多国民党党员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 递迫李登辉辞去了党主席职务 然而李登辉并没有消停下来 不久 2001年 被赶下台的李登辉出面主导成立了所谓的台联党 继续进行台独活动 避开中国避党以后 围绕亚续开的政治势力 围绕亚续开的政治生命 围绕支持台独 或者也同时围绕遏制统一力量 走至幕后支持成了台联党 就是当机台湾比较积极的政党 就是台内党 也这个台内党其实我们也叫李登辉政党 就是他一手扶持起来党 一切向他指挥 只要两岸关系有任何的进展 他都要跳出来来反对 来攻击大陆 抹黑大陆 李登辉下台之后 他的台独言论已经不修饰 不遮掩 而且堂而皇之 而且越来越加码 越来越升级 而李登辉那时候的魅力的言论 也开始不断的出现了 李登辉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至少有五次公开的讲 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 2008年9月24日 已经85岁的李登辉 仍在四处游窜 在访问日本冲城时 他再次发出 钓鱼岛属于日本的荒谬言论 此话一出 在场的台湾外市官员 异常尴尬 2013年10月 90岁的李登辉 再度抛出其台独论述 称台湾和大陆 是所谓国与国的关系 2015年7月底 92岁的李登辉 又再次篡访日本 并公开发表台独言论 大肆进行台独活动 一时间舆论华然 岛内外纷纷认为 李登辉此时跑去日本 发表台独言论 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阴谋 面对明年16年的台湾大选在即 李登辉知道 明年大选很可能政党叫人替了 那谁能够接班呢 李登辉最属意的 长期培养的接班人 就是蔡英文啊 那李登辉要不要替蔡英文做定调呢 当然要 为蔡英文定调 李登辉就在提醒蔡英文说 你跳不出我独来婆的手上 你若听话 执行我的路线 那你蔡英文的很多的秘密 我李登辉不说 可是若是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像当年收拾受处鱼 我像当年收拾年战 我像当年收拾陈水扁的方法 我一样可以把你蔡英文给收拾掉 李登辉为什么要安排在日本 发表他的台独言论呢 道理很简单 李登辉自己认为他就是个日本人 不管他是血统的日本人 还是意识形态的日本人 李登辉认为要 既然已经92岁了 行将旧木 发表自己的路线 自己的理想 当然要到自己的故乡 最热爱的日本本土 去发表自己的想法 行将旧木的李登辉议 多年来不仅四处窜访 还投书日本媒体 否认当年台湾民众的抗日 并称日本为祖国 颇为得意的回顾其自愿加入日军 为祖国奋战的往事 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昧日行径和无耻言论 台湾舆论纷纷加以批驳 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更是怒斥李登辉 出卖台湾 羞辱人民 作践自己 2016台湾选举国民党参选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 台湾惨痛的被殖民历史 绝对不是被殖民的台湾人 当自己是日本人的历史 台湾人绝无可能感谢日本统治 这是作为台湾人的骨气 那么许多人不禁要问 面对全天下的正义指责 李登辉为何没有丝毫悔改之意 他为何会有如此深的台独昧日思想呢 最根本的原因 那么应该是他的这种黄民化的思想 当然这个黄民化也不是唯一的 几重因素导致了这个李登辉的话 这个台独的思想会变得这么那样浓厚 应该说我觉得他的台独想 也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 这个逐渐的这样生成的 那么当然根源黄民化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 那么后来由于这种内战和冷战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反共 倒内的这种反共意识形态啊等等 那么欣然之下 使得他呢 逐渐的把台 把日本 视作他自己的祖国 所以呢 他对日本反而感到特别的亲切 他就视日本为祖国 那么所以呢 他凡是跟日本相关的 他都觉得特别好 所以他把日本称赞赞美的无以复加的地步 尤其是看日本右翼的这些思想 看日本报纸啊 听日本广播看日本电视啊 这个都是他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觉得这个 所以呢 他不仅是以前这样子 他因为这样 所以受日本这些右翼的思想 影响也特别的大 那么导致了他的思想越走越走向了 这个日本的黄民化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从1988年到2000年 李登辉在台湾政坛呼风唤雨12年 不仅造成了两岸的对立和多次危机 还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 影响尤其恶劣的是 他试图逐渐的把台湾带入台独的深渊 导致台独分裂主义在台湾扩张开来 激起台湾的民粹主义 下台之后 他的所作所为更加肆无忌惮 不断地挑战两岸关系的底线 为国家和平统一制造困难 李登辉对台湾造成的伤害和后遗症 至今还在蔓延 当一个人背叛自己 背叛人民 等待他的将是历史无情的审判